长者收股息 星期五主要是中国的A股跌了2% 跌穿3200点 3200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 为什么中国股票跌? 有很多人说中央提振股市的信心 政策不到位 其实我觉得不太是 你之前贪心一些 大照片投了 投了进去 就升了2-3% A股现在回复正常 未升的时候也没什么大件事 其实影响中国最深刻的 最深远的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 西方持续暢淡中国经济 中国银行股 暢淡中国股市 第二件事就是 碧桂圆 就是要重组债务 明天 今天 不是明天 是星期一 开市的时候 将自己上市的公司债务 在中国方面 暂停 停牌 重组 很重要的 一间这么大间 那些大行都说 这间不错了 都搞成这样 它是民营的 碧桂圆 民营企业 不是阿公 不是阿公 这些 而它发表的通告就是 自己继续建房 令到那些下定的老百姓 一定有楼交 就是说一下 说一下 就是说一下 很大件事 为什么内房会这样 是不是公司不好 又不是的 之前 之前 你建设多少 都很多人排队去买的 就是在疫情之前 就是看到 中央要说出来 出来说 那些房子 就不是用来炒的 要用来住的 但是说了之后 照炒的话 照拥入去买的 虽然有什么辣椒 他们也有辣椒的 照买的话 就去到疫情 疫情的时候 停了 很多地方停了 令到很多人的收入 又低了 加上房价又这么贵 很多人都已经 没有能力去买楼了 没有能力去买楼了 那些房价就下跌了 遇到跌的时候 中国有些 都是像香港那样 买楼的 出第一期是多少钱 第二期是多少钱 第二期减价 那些第一期的 都可以拆掉你的看楼 办事处 真的 拍到这些视频 都是这样的 就是中国 经过这个疫情之后 就开始 对买楼的意欲 降了 买楼的能力都低了 这样的时候 又大件事了 那些内房股 之前就借了一些钱 希望建立快些 好像以前 我们要建立8万5万 建立起来 他们也是想着生意好 第二 你再不起 楼价就更高 他们也是这样的 但是 一断了一个链 整个资金链 断了 他们买价不买 一不买的时候 楼价就跌了 楼价跌了 楼价跌了的时候 看到 买来 不如迟些才买 你又这样想 他又这样想 整个行业就震荡 沉了下去 这些是很难解决的 你想想 金融海啸 都是由于房地产引起的 刺案 很刺烈的 地产市场 一塌塌下来 就连锁反应 很多烦都受到影响 很大件事 所以是救国 救民 救市 这样的阶段 我想中央会做事 如果不是一间也是这样 第二间也是这样 中国整盘股票 整盘经济数字 都会一路沉下去 现在 中国的经济数字 是显示 整个经济正在收缩 借钱出去消费 社会融资就减了 存款就多了 人们就不想花钱 主要是这样 是不想花钱 就是要做些事 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计划经济 你真的要做些 想法 才行 美国方面 又是有银行爆煲 有银行爆煲 就是 银行爆煲 就是加息的害处 我之前的视频说 除非有害处出现 它会继续加 如果银行继续有坏消息走出来 下一次加息的 机率就会低一点 我推测 我推测 美元是会强一点的 起码都要等到它发债的时候 都强 不然 你对着一只弱的货币 别人想买你的债券 都不敢不太手爽 你的货币都在下跌 所以我认为 息是会继续 在现在这个水平 美元的回价会继续升 有心人就会 几大都托着 美金 等它发债 美国发这么多债都是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 它要发到多少才够呢 你看看未来 到它要给利息出去 它就收些资金 给利息 不够钱 又要再印债券 又再借过 借些资金 再盖上去 先还给人 自己又要营运这么多东西 但是花费呢 又要打仗 又要做一哥 又要做世界警察 很多花费 所以它都相当头赤 现在就放中国游客 去美国 增加班次 还走出来说 这是一个胜利 等等 增加了什么收入 现在世界上 所有都不太好 所有东西都不太好 看看谁更坏 谁更坏 谁更坏 那我们的故事又如何呢 港股 港股跌一点 其实开市都不错 有得升 之后就跌了 美股反而道指有得升 其他都跌了 道指 初初开始是跌的 那些腾讯 亚里 亚里 汇丰 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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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经关注的股 16号也是 16号也有得升 为什么呢 我认为16号这些 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原因 因为它的同业都出了成绩表 最坏也在 最好也在 我想它也是在中间 风险人们看到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有得升 2电1枚也有得升 2电1枚也有得升 16号人民币股也会升更多 为什么呢 美元强 人民币走弱 那就有两份 让投资者收益 941 941 就算经济收缩 我看 这类消费就不受影响 没有办法做 就是打电话 打电话 看看视频 这变成是必需的消费 941 股价做得很好 以及人民币计价 80941 又是升得多 941 好了 11号是随正 一会儿开始就随正 随正之前 就升了一点 很少 就是很弱势 这些文行股 我想整体来说 在全世界都不多 都不多 好景 美国 一只一只爆 不知道爆了多少 好了 得比较明显 就是823 823 823 在这个频道里面 我们是很少众 很少众的频道 都已经这么多人 有反应 又怕他不派息 又怕他 微慢着悲观的情绪 你想想 这么少的抽查 已经这么多人 有负面的看法 你猜有没有人买呢 很少人买的 很少买盘 他一直下跌 他需要一些是什么呢 他需要一份 好的业绩 就是有钱赚的业绩 我猜他的中期息 会是1元至3元之间 如果接近3元之间 就很好的 因为现在5股变了6股 如果是接近1元 就会再跌一些 这是我推测 我推测 我怎么计 我将他上一期的中期息 除回1.2元 除回1.2元 就是差不多公运 但是我猜 你看看 111.13 看看 那些大只 的地产股 都是要 收入负数的 但是也有息派 看看减多少 所以我猜 我推测 这个领战 是会有息派的 不用怕 为什么呢 防托是要派息的 就是普通公司 你赚得少 我不派也可以 你赚很多钱 都不派也可以 就像阿里那样 但是 庞托就是 那个法例 就是要 你 在公司章程中 你赚多少 派九成 那些派完 就要 除非他虧本 我看他虧本 也未必 赚少些 我觉得 赚少些 因为他还有些 还有些 项目 还有些安达神道 也没有贡献 也没有贡献 新加坡 也没有贡献 也没有贡献 香港的商场铺 也有人贡献 但是收入 就低了 写字楼 他没有 他就避开了 所以我猜 他是有息派的 怕他没有息派 这些也不用怕 不用怕 问题就是 你现在不喜欢 买他 一般人都不喜欢 买他 我会很关注 各人有各人承受风险的能力 以及对风险的看法 所以 我自己觉得 现在 你看看他的指标 单位数字的PE6倍 有6.9厘利息 照正 但是我觉得没有 他是基于过往的数字 是推测的 所以 应该是6厘利息 也是 不错的收息股 问题就是 你买了之后 你要 准备一个跌幅 所以 令到很多人都 疾住 但是 如果这班 投资者 一旦发现了 原来他也是等于 地产股 1113 左右 这样 就会 有些支持 这支股 到现在 是历史上最便宜的时候 如果他不倒閉 如果他不倒閉 我觉得 现在是 会有投资的价值 好了 神华 这个星期会派息 神华 这支股 现在到22.5厘利息 我会收到股息 之后 我投资 收到1,000多元 1,000多元 我会投资 为什麽呢 这些和中国经济收缩 没有什麽直接影响 反而油股也会有些影响 因为 煤 我认为是国家里面 一种战略物资 它又做煤 又发电 又发电 又煤电 又发电 生意 会保持 我的推测 他经常派相当不错的股息 会有支持 我收到股息 这个星期 我会买一些神华 电讯股 941 那类 现在的情况 太股好吗 太股 就被 国泰航空公司的业绩好 所以托了股价 都可以升 有什麽我认为 要减持 航运股 如果大家赚到钱 各位朋友 特别是316 你赚到钱 你觉得 满意 可以减持 我怎麽做 我帮大家有三手 316 我已经卖出了一手 我本来有4万股 太平洋航运股 我又卖了两手 我已经减持 现在只剩下海蜂国际 和1919 看我减不减 我现在买出海蜂国际 我也有个多人钱赚 我觉得 已经升了那麽多了 已经升了那麽多了 我就 已经减持了316 如果各位觉得满意 就不妨减持 第一避险 第二 拿回多些现金 在袋里 因为我觉得 将来 未来三个星期 市场会波动 跌多些 我觉得 但都比去年好 去年这几个月很惨 一直跌到11月 所以 保持现金 是 上策 那我就 看 开市会跌 起码都300点 我猜 而我 就会关注 电讯股 因为我觉得电讯股 受这个 经济影响 少些 还有 如果收到股息 就 看看神华 中资银行 就快到季节 都快到 讲讲讲 真是 10月1日 原来跟中秋节 约了几天 一起放假 真是 那我就 这样 现在 这些银行股 不好景 看 关注一下 中型银行股 快出半年业绩 有消息 就是 那些重庆 农业银行 就是 那些 油柱银行 首先 看看他们如何 因为 通缩的环境 那些银码 小了 那些银行的 银码 小了 那些银行的 股价有些 受压 都不顶 但长远来说 这些中资银行股 给你很多利息 我也分享 给大家看 长期 买那一份 到你 好像我今年的年纪 会有相当可观的利息 好了 今天我看跌 我仍然关注 电信的板块 看到它跌 就可以买入 我今天讲到这里 先讲到这里